一名報示記者想調查 一場九年前的車禍事故 沒想到竟然讓自己身陷危險 意外牽扯出更多的案外案 指導過紅衣小女孩的導演 再度發揮自己擅長的驚悚題材 季節虛偉您和金鐘江影后 柯家宴以及影帝莊凱勛 導演透露劇本早在六年前就寫好了 直到紅衣小女孩的成功 才讓這部電影成功登上歹幕 其實犯罪題材在 或恐怖片的題材在國外 其實都是非常常見的 對 然後他也是新導演 其實很適合拍的入門款 因為小成本 然後比較有機會有高娛樂的東西 反正這一塊的市場都非常非常小 但是也因為小 所以其實更自己會比較明確的是 訂定那個目標 就是希望是往這個方向先去 從2015年的紅衣小女孩 全台票房8500萬 到2016年 賣破易得樓下的房客 連續兩年推出驚悚國片 都交出亮眼成績單 也見證台灣確實有市場 尤其在樓下的房客 有精湛演出的莊凱勛 更有感覺 台灣類型片其實很少 所以在演員的表演能量的調整 跟所有經歷的切分 都和以往的寫實電影可能不一樣 所以等於說我們在片場又要自己抓Bug 喬的是九把刀的第二部指導作品 也帶有一點懸疑驚悚的元素 讓國片類型多元化 企圖改變不景氣的現象 各位觀眾妳好 現在是晚上11點了 晚上11點 妳會喜歡去看驚悚片嗎 看完驚悚片回家 妳會覺得害怕嗎 但是驚悚片這種事情 好像是越看越過癮 我記得前陣子有個紅衣女孩 很多人去看都覺得非常好看 最近紅衣女孩的導演跟女主角 又拍了一部戲叫做 目擊者 她看到妳 馬上就要上演 現在我們先來看看 目擊者哪三位男女主角 讓我們來歡迎他們 好 我們歡迎第一位是 嗨 小燕姐 你好 嗨 嗨 張感興好 嗨 第二位 柯佳怡 感激了 你們 好 嗨 嗨 嗨 好 來 請看一下 這裡三位都是金鐘獎的得主 而且你們倆是同一屆對不對 對 我們是同一屆 同一屆 那屆你得到了什麼聚集的男主角 對不對 對 你得到十六夏天的女配角 她是上一屆的畢曲女人的女主角 我們也給你們說恭喜 謝謝 謝謝 好 結果你們三人一起來拍了這一部 我跟你講我昨天呢 就在整理劇本 然後就有 就有你們了 然後就把你們的看啊 很恐怖啊 什麼什麼什麼 欸 劇本不見了 我怎麼會資料看完劇本不見了 然後我想 然後就從五集的劇本 每一個都翻翻翻翻 我明明看到劇本 而且我還要看到DVD 為什麼不見了 我就這樣一直找 一直找 最後沒有辦法打電話給 我說 有的時候恐怖片 來太多也很危險 我的劇本就不見了 他說 然後我製作人悠悠說 劇本正在傳給妳 還沒給妳 自己殺自己 很刺激 因為我也看到了蝶 也看到你們照片 看到你們所有的資料 我心裡想 怎麼會沒有劇本呢 所以不要人 人嚇人會嚇死人 請坐... 好 紅衣女孩拍完了以後 妳接了不少這種 有點恐怖的戲 對... 其實從紅衣1 然後目擊者 然後前一陣子剛拍完紅衣2 對 都是這樣子類似片子 紅衣還有2 有2 紅衣還有2 還有3 太酸喔 對 真的喔 他都在喔 紅衣 都在 莊改憲 你也拍了一部 驚悚片嘛 樓下的房客 這也算是 對不對 那太驚悚了 那太驚悚了 真的太驚悚了 太驚悚了 這個 你有拍過嗎 沒有耶 我是第一次參與驚悚片的演出 他們感覺就比較習慣 比較習慣 其實拍這種戲 拍的時候因為 你知道 電影的恐怖都是導演製造出來的 所以你們應該現場不會太恐怖吧 現場我覺得不會恐怖 但是劇組的氣氛就很像在告別式這樣子 就很像在告別式 對 對 你們之間的互動 或是講話都差不多是 你在告別式上遇到 親紅好友的時候 點個頭 打個招呼 但大家都滿安靜的 氣壓很低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太重了 太重重了 那個情緒 然後因為我們都拍晚上睡白天 所以就變成說 晚上大家來的時候 戲裡面又是連續好幾天沒睡 的狀態 在追凶嘛 所以每次碰到 就是像佳燕說 很像告別式 最近好嗎 好 有睡飽嗎 你們吃了嗎 就是只有這樣 都很... 很... 沉默 對 就是不會打打鬧鬧 玩玩的是不是 不會 不會耶 沒有那個景 這導演恐怖不恐怖 怪怪的 怪怪的 好 我在想 他幾歲 33 33 33歲 所以他拍紅衣女孩的時候 才30 對 他小的時候有受過什麼驚嚇嗎 應該有 這可能是他的驚實經歷 對... 你知道他已經是 這個... 國內外對台灣的新導演當中 非常看好他 大家都覺得他拍這一型的電影 好像非他不可 但因為我們沒見過他 你第一次見他的時候 你覺得他是會拍這種電影嗎 其實第一眼印象完全看不出來 而且覺得他好像就絲絲紋紋的 覺得有點像 文青的導演 然後你會覺得說 他可能會把紅衣小女孩拍成就是 比較... 文藝愛情 像跟小女孩談戀愛 但是發現他其實還... 對於這種掌握度還滿準確的 節奏什麼 他要什麼他很清楚 可是 柯佳怡人說 這戲拍得讓他很想回家 這個戲就是 因為現場常常是 已經氣氛很像告別式 然後有一些情節或是場景 散發出來很詭異 讓人不舒服的那種氛圍 對 妳說妳下次可能不太敢拍這個導演的戲 可能要休息一陣子 真的嗎 我會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他們都接著拍這樣子的驚悚 我會覺得其實很需要休息 因為那個 我覺得那個負面或是說低頻率 是一直長時間在妳的身上 其實是不太好的 這個導演從紅衣小女到 他前面什麼保全員之死 他一直都這樣 那妳看到他這個人 你覺得他怪不怪 他 我覺得他才是 這部電影裡面反差最大的一個人 對 真的 他的作品跟他的人 你完全沒有辦法聯想在一起 他就斯斯文文的 很像智慧型犯罪的那樣 智慧型犯罪 暖暖的 很像就是外表看起來是暖男 然後就是很柔軟這樣 但是他有時候 你也是拍這個戲第一次認識他嗎 對 然後有的時候他跟你講話的時候 會突然露出 你不覺得會這樣子嗎 這樣 妳就會覺得 那個反差真的很大 所以他可以講一個很變態的情節 但是他是很開心的跟你講說 你不覺得會這樣子嗎 他會這樣子嗎 跟你討論 感覺他晚上必要再做什麼 像這樣子的人 不過我覺得電影導演都是 腦中又充滿了故事嘛 因為這兩個故事都是他自己的編劇 對不對 所以 就是 你第二次跟他合作 你覺得他有改變嗎 我覺得越來越變態 就是他其實 他腦子裡面的畫面很多 想要的 就是我們每個人表演的方式都不一樣 然後因為我們一表演不一樣 結局就會不一樣 所以他腦袋裡面就充滿 各式各樣那種很黑暗的 暗黑的那種人性什麼的 所以你會覺得就是第一部 紅衣完了之後再來目擊者 你會覺得天啊 就是 越來越了解到說他 他到底在想什麼 他已經在進化 他等一下在後面一直 他在進化 對 他在進化 因為我很想在介紹他之前 讓你們講的 讓大家對他有一點狹小 這狹小好像越來越恐怖 而且我據說 他有一個鏡頭拍了100次 然後沒有台詞 就讓你們做表情做表情做表情 這就會的 就是我們兩位 對...是 沒有台詞 就讓你們做表情 對 拍100次 就說再給我們一點不一樣 再給我們一點不一樣 再給我們一點不一樣 對... 他正常嗎 他 100次 好像真的是滿乖 那你知道最後台詞 用第幾次嗎 我們看了 知道 應該是前三次 對... 後面都覺得好像... 好 現在我就要介紹 在台灣這一部目擊時 哪一天上演 3月31號 3月31號就要上演了 好 這部戲的導演 今年才33歲對不對 結婚了沒有 還沒單身幫他真友 單身 可能喜歡會尖叫的女孩 好 我們來歡迎陳偉豪 陳導演 來 這件上你真的以為她是個大決賽 對 你好... 你好... 好... 導演很... 很斯文啊 對 還可以 還可以 怎麼會喜歡拍這樣子的電影 這樣子的電影是精神的部分嗎 因為在台灣就很少 所以就會想要嘗試跟挑戰看看 好像這都是我在成品會看到的男生 坐在那裡看書啊或者是 對 沒有在看書 沒有在看書 沒有女朋友 目前對 沒有女朋友 對 是因為拍這種電影 女孩子不敢... 不敢 沒有 就是這幾年剛好就是 剛好電影拍攝比較多 所以可能就是疏於照顧 對 疏於照顧 等一下 疏於照顧女朋友 還是說你的個性上 喜歡拍這種電影 所以讓你叫不到女朋友 沒有...就是工作太忙了 真的實在是工作太忙 對 你知道在演藝圈說工作太忙 交不到女朋友 我們都不太相信 好 再忙都會交到女朋友對不對 那只有怪怪的才交不到 對 好 大家來來跟你開玩笑的好 導演真的 在現場看起來就像一個大學生 所以第一次你跟他拍的時候 他們都以為你會拍出愛情片來 愛情片 對 他們跟我開玩笑說 我拍的愛情片可能也是情殺 情殺 情殺 冥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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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什麼 柯佳彥說他可能要休息一陣子 才能拍你的戲 你給他有創傷 他還 那就先休息一陣子 因為還沒有要馬上開案 像你在拍這種驚悚片的時候 你其實第一次走 為什麼會想到徐維琳 當然他不是演鬼 他們都是演人 但是你知道 要選一個被嚇的人 這個人要讓觀眾非常能接受 因為他看到的東西 他的表演 他的表情 會影響你看這部電影 對不對 說服力 說服力 所以你選他選他們 是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其實這幾位金字輩的 就是演員 在這幾年的演技就有目共睹 然後其實犯罪電影 驚悚電影 他其實最需要的就是 好的演員才有辦法撐得起來 而且都是卡斯基的演員 他其實才有 在票房上會比較有機會有所掌獲 掌獲 所以就是 所以才會邀請他們 因為他們這幾年演技上面的東西 其實在大螢幕上面 或小螢幕上面 其實都非常明顯的 對 我記得有一部很恐怖的 英什麼房 李英仔 李英仔 他也是很大的明星演 然後我去看 他也真的滿好看的 其實金雄片我會挑的看 尤其是不能知道 像你們這個 就不能知道最後對不對 對 真相是什麼 那看完了以後 你知道有的真相出來 會讓全場 嚇得不得了 有的會 我們看出來是 你知道 我們看出來是 還是 這樣 應該是 對 應該是 應該是會 那是完全另一種 對 這是完全另一種 也不是我這種 只是妳剛剛那一種 沒有我想要詮釋的是 剛剛小燕姐另外那一種 應該是害怕得出來的 目前適應的狀況 對 因為我有朋友看就跟我講 很好看 很好看 很害怕 很害怕 我說那很 很學心嗎 也不會 那也有 不能講 是不是 所以這部戲其實 好 目擊者跟紅衣女孩 又有一點不同 因為紅衣女孩還帶一點 鬼故事的那個 那個 底子在那裡 而這個就真的是 驚悚 應該這麼講 對不對 因為都是活的人幹的事情 對 這樣講對不對 對 紅衣女還是有鬼在裡面 對 那驚悚都是活的人在 嚇活的人 就目擊者是 人比鬼還恐怖 其實是 人嚇人才嚇得死人 鬼嚇人應該嚇不死 對 對不對 那你們都還是人嘛 對 對 是人嗎 看前都還是 對 看前都還是 好 這部戲唯一不同的 就是我在看了一些資料裡頭 這裡頭其實 除了恐怖之外 其實還有滿多 熱情的戲 講熱情戲 對嗎 激情 激情的戲 對 激情的戲 你會 你拍激情的戲很厲害嗎 也是第一次嘗試 你知道我說激情的戲 他做調皮的表情給我 他 他很常會有這些 是不是 他才會有那個 很調皮的表情 激情的戲 第一次拍 第一次拍 對 好 第一次 你們不算第一次演激情的事 但他第一次拍 對 對 聽說 在拍之前 他讓 你在他身上摸給他看 對 對 因為他第一次拍 所以他也很保護演員 他希望說 可以自己先就是感受一下 那是什麼感覺 他在 所以你第一次演 許惟玲 對 讓他來摸你 對 就是先了解整個過程 也比較知道怎麼抓 他敬畏或是趨勁這樣 趨勁 對 所以你一切都讓他來主導就對了 對...就是先了解一下男生的想法 對 讓我在旁邊拍 對 你在旁邊拍他們兩個 很有秀吧 我記得妳有拍 妳有拍嗎 對 我拍他們兩個 因為總是要知道說 他會摸到哪裡...對不對 這一段影片很之前 將來如果他得什麼獎的時候 他有很多在我手機裡面 其實我覺得像拍這種計劍 柯佳燕也拍過 計劍戲在拍的時候 就是不管是樂手 還是完全沒有拍過的 但知道要怎麼做的時候就 就是說 我很安心知道你會摸哪裡這樣 是不是這個樣子 先講好 先知道 就有講好就好了 都知道會碰到哪裡 會演到什麼程度這樣子 這裡面你們三個人都有嗎 還是只有你們兩個 激情的戲 激情的戲應該是他們 他們兩個比較久 對 但是這部戲所有的演員 都有裸露 對 對 你讓所有的演員把我裸露 對啊 試試看吧 我的... 我的... 所有都有裸露 對 所以除了你們以外還有誰 家園 我也有 李淳也有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陳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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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彥宇也露 林彥宇也有 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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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包一條小的 小的... 有點害羞出現在你後面 這是... 這是有露還是我們的 有點看不清 我們現在看一點花絮好不好 我們也是 一直講了這個大家 我們先來看預告 看整部戲的預告 讓大家先知道一下目擊者 是一個什麼樣的電影 老大 晚上要回報社 一隻宵夜 我相當有約了 請講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車啊 九年前出過事故 是那個車後的目擊者 為什麼突然會想要查那小車後 我拍那一堆照片 有機場好像被參加 這個女生 你有看過嗎 你是誰 你做什麼 我一個當事者都不想追究 你目擊者追什麼 我只是想幫你查出真相 然後抓到那個招式 我沒有要知道真相啊 沒有要知道真相啊 你知道有什麼話嗎 我勸你不要繼續再查了 這怎麼有問題嘛 什麼也看不出來 臭 快走 看完了覺得這導演有點暴力喔 你為什麼拍這種電影的導演 寫這樣子的劇本 腦子裡是那樣的畫面 因為他拍完他解 而本人又是這麼清秀的 你這樣反差不是很大 你有沒有去看個醫生 角色要被要求剃光頭 願意嗎 何嘉賢 你不能喔 你是有苦衷的 可以接受舞打戲 從害怕的高度跳下來嗎 可以片酬 這不怕死 片酬夠高對不對 片酬夠高 片酬夠高 你為什麼 拍這種電影的導演 寫這樣子的劇本 腦子裡是那樣的畫面 因為他拍完他解 而本人又是這麼清秀的 你這樣反差不是很大 你有沒有去看個醫生 沒有問題嗎 沒有沒有 目前沒有 目前 對不對 你看 他 他跟那個拍La La Land的那個導演 對不對也是三幾歲 你看那種 那種 蚊粥粥的 笑咪咪的 他拍的電影就唱啊跳啊什麼 可是你拍的是喜歡拍這樣子的電影 其實你從學生作品的時候 就是往這個方向走對不對 對 當然 不過當然沒有那麼暴力 可是就是比較都是類型片的 對 因為暴力也要花錢 對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越暴力 車子撞得越多 是越花錢 對 導演 我很想知道 在你 學生時代或什麼 你都看一些什麼電影 我其實真的什麼都看 然後就是商業的也看 藝術的也看 也看 只是真的在製作的時候 我可能會比較看的 譬如說會比較 follow 某些導演 譬如說香港的話是杜錡峰導演 或黃浩翔導演 然後韓國的話可能是鳳俊浩導演 或者是像大衛芬奇這種導演 就是如果是回到製作的時候 這些導演給我的啟發是 算是比較多的 算是比較多的對不對 對 不然但其實我什麼都看 但你在挑演員的時候 像徐瑋玲啊 家彥這種 你都有去看他們的戲嗎 還是你讓他們來試鏡 沒有試鏡 當然是看他們的戲 對 就是回頭看他們一些之前的表演 對 就確定了 對 因為基本上其實 他們現在的表演的那個範圍 其實都還算滿廣的 對 然後就是從裡面去看 他們可能會有另外一種可能性的時候 就會想要邀請他們去試試看 那他們其實都滿願意挑戰的 對 像其實 尤其是兩個女生其實都是 一開始韋妮也沒有拍鬼片 對 但是感覺她有機會 你以前像是要演鬼的 沒錯 悲香 你知道以前 以前很多年前 可能你還沒有生出來 那個時候台灣電影 很流行一陣子鬼片 所以女主角都叫鬼后 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想你媽媽應該知道 所以 但她現在她不能算鬼后了 她只能算 驚悚后 驚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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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因為你拍的電影是屬於驚悚類型 驚悚類跟鬼片其實是不太一樣 驚悚通常是指人性心裡面的 然後恐怖片通常是靈異鬼怪類的 所以她還是有差 所以你比較喜歡選擇人性殘暴的一面 對 對 看不出來 是不是 在你跟媽媽合作的時候 你們也不覺得這個導演 其實我想你們看完整部戲的時候 應該覺得 終於才了解這個導演內心在想些什麼 沒用耶 看完電影還是不知道她在想 對 柯佳燕對你 心裡是有一些意見 受傷 對 對 這次她真的滿辛苦的 對 可能是因為 這是我第一次體驗 演驚悚片 這個過程 所以對我來說 可能真的太多的嘗試 體驗都是很新鮮的 都是第一次 所以我的感觸還滿 蠻多蠻順的 她已經在講說 我可能要很久不拍這支總片 還有 要等一等再見到陳導演 不過我想到佳燕 妳那個時候在演 《必娶女人》的時候 妳也有類似的情形 妳說 因為那個戲是完全跟她自己 不太一樣 就演喜劇 然後那個導演也是很會摸 她這樣摸摸摸摸 她說我可能要休息一陣子 我真的 我覺得我那個戲演的 有一點 就得獎了 所以如果這次你摸她 她又得獎 那也是不錯的一件事情 妳覺得她會嗎 我覺得這一次的幾個演員 主要演員 大家看就知道 因為大家的戲份其實都很平均 當然除了就是凱勳的那個角色小奇 除了凱勳之外 除了凱勳之外 其實所有演員的那個戲份在裡頭 都有一定的一個分量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 大家都非常有機會 真的 大家進戲院看就會知道 我說我所云不假 所云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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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會完全看到 她這邊跑到校園場說 戲院 戲院 然後到戲院來看牧局者 牧局者 你哪裡人 我高雄人 可是你的口音是什麼口音 什麼口音 正統台灣口音 不是 她也不是台灣口音 這有點諧音 諧音 對 那你 你念書的時候是念北一大 台一大 台灣藝術大學 台灣藝術大學 研究所 對 所以在學生時代 就拍了很多的戲對不對 對 就是研究所時期 算比較多 因為原本是大學的時候 是念廣告的 是行銷那一類的 然後後來對拍片有唏噓之後 才去念了電影 對 所以沒有去拍廣告 後來其實也有先拍廣告為生 在等目擊者的時候 拍廣告為生 對 為生 做導演很難為生 在台灣很辛苦 對 希望這個戲賣錢 是不是 講得好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不要讓他又再去拍廣告為生 其實你還有繼續下面很多的計畫 對不對 對 就是未來還有一些新的電影計畫 然後都是不同的類型的 比如說 有的是譬如說輕科幻軟科幻的 然後有的是實 等一下 你講好 我一點聽不懂 就是比較有科幻性質的 什麼叫輕科幻 就是微量 微量 有一些科學論調 但是不是大量外星人 什麼 等一下 輕科幻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是有點時代的喜劇 對 不是 你剛剛講一個輕科幻 一個什麼 軟科幻 軟科幻 是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對 輕科幻跟軟科幻 軟科幻 其實這個導演拍喜劇應該蠻好笑的 是不是 有 有在籌備 有在籌備嗎 對 今天應該蠻好笑的 不是 但是我想 這所有都是你自己的劇本 是不是 我大部分都會參與劇本 對 只要我拍的電影的話 那只是就是目擊者的話 是自己就是後來有親手下去寫這樣 這真實的故事嗎 這沒有 這不是真實故事 這真的故事也蠻恐怖的東西 對 可是這裡面有很多 確實有改編很多 或者是填掉了很多真實的社會案件 包括裡面的車子的部分 包括裡面的一些 社會線記者跟警察之間的一些關係 還有一些政治相關的東西 對 那確實是有做了蠻多的填掉 還有我們裡面有一些茶文化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自己台灣在地的一些元素 在地的嗎 其實我想 因為 驚悚片一定要跟實際上這個地方的 風俗民情 其實一定要在一起 它才不會那麼虛幻 你都會覺得這是真的會發生的 所以小齊是一個記者對不對 對 社會線記者 你是她的上司 我是上司 關係有點暧昧 你是唯一的真正的目擊者 我是生還者 九年前一個車禍唯一的生還者 所以你也算是 因為你是生還者 而你就不見了對不對 大致上我們只能講到這裡 對 對 也對啦 對不對 就只能講到這裡 就是一個報社 一個記者 幾年前發現了一個車禍 對不對 但我們剛剛看到是你自己被撞 那我不能講 我不曉得 好難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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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錯 然後 然後那一次的車禍 唯一的生還者是柯家燕 柯家燕 柯家燕就不見了對不對 那你去找他 對 我就是巧 碰巧悠接觸到了這個案子 就開始追 那你的上司是李明順 對 你跟那個上司也沒有關係 就是跟小琪的關係 只有你跟小琪有關係 你跟那個上司沒有什麼 暧昧的關係 三月三日 這不能講 這 都不能講 我們有很多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幕後畫質好 我一直覺得看電影的時候 角色的眼睛 是引領你進入劇情裡面的靈魂 那在目擊者這樣子 暗黑懸疑的題材裡面 這個東西就變得更重要 當你被他的眼神騙去的時候 你以為的好人其實是壞人 你以為的壞人其實是好人 我覺得反而就會是閱讀 目擊者這個電影最有趣的地方 糾果著一半真相的謊言 往往是最有說服力的 這種謊言有時候 比真相來得更可靠 有時候你不會想到 真的是要真相的樣子 因為知道了會讓你更難受 好 你沒有看到 人上鏡頭啊 跟看到本人會比較不一樣 他在鏡頭上 他看起來 就有點像驚悚片導演 有點怪怪 但看本人就可愛很多 對不對 對不對 他本人笑起來是很甜 33歲 沒有結婚 我一直在提醒電視機前面 很有才華 但目前 還養不了家就對了 是不是 但前途無量 將來會是一個 很厲害的導演 其實在拍戲的時候 比如說要有激情的動作 要有露背動作 你都需要跟他們先溝通嗎 對 一定要當然 那柯家宴好溝通嗎 他們其實都是非常敬業的演員 對 然後他們其實在 之前讀本的階段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已經 了解劇情 也覺得劇情 有需要這樣子的情節的時候 所以他們其實都已經是準備好演 你們 他們為什麼在 去... 沒有 驚言恐怖驚悚片 角色嚇壞柯家宴 那個目擊者這樣子的片 我就一拍完就是 我覺得這個角色 沒什麼好留戀的 你是想趕快逃離那個氛圍 那個角色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 一定要看了這場戲 才知道柯家宴為什麼 發出這樣子的驚恐對不對 其實在拍戲的時候 比如說要有激情的 動作 要有漏背動作 你都需要跟他們先溝通嗎 對的 一定要 當然 那柯家宴好溝通嗎 他們其實都是非常敬業的演員 對 然後他們其實在 之前讀本的階段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已經 了解劇情 也覺得劇情 有需要這樣子的情節的時候 所以他們其實都已經是準備好 你們 他們為什麼在 去... 沒有 我們覺得他這幾天很可愛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很不適應 到就是台前來做這件事 對 每次電影宣傳 每次電影宣傳對我來說 你很苦是不是 覺得很苦 就是電影宣傳的部分 要讓你怎麼樣子 就是我們擺一點東西嚇你 你會比較高興 不會 攝影機不要對我這樣 對 平常在拍人 平常在拍人 對 所以你也要受一些被拍的罪 你知道鏡頭都對著你的時候 而且我還不錯 我沒有叫你NG再做一個表情 NG再做一個表情 你叫人家100次換不同的表情 對 這樣很苦耶 導演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不用… 不用… 你通常 說OK的時候 是有表情還是沒表情 我自己本身嗎 我有聽很多工作人員跟我說 我笑 如果我看著螢幕笑 就表示我其實 很喜歡這個Tag 或者是 對於裡面某個東西 非常有感覺 然後是後來才發現說 我不小心笑了 對 就會 對 自然而然 那你覺得不OK是什麼表情 不OK應該就會 伸手眉頭的過去 對 還會手插腰 他會這樣子這樣 對 他會 他會自己這樣在Moei的看一看 然後 那個凱勳 我跟妳溝通一件事情好不好 就來跟你溝通一件事情 就是你完全演得 不是他想的就對了對不對 跟他擦太多 他會就是很好辨別 你演得出來 你演得出來你自己嗎 哪一部分 這樣子 哪一部分 可是其實他喊咖的聲音 就知道OK 上次也有人這樣說 對 工作人員也有人這樣說 就是副導一聽就 這個聽起來是不錯的咖 真的嗎 對 因為就手 已經也是合作了三支電影 然後那個副導其實也 好像可以從我喊咖的那個 情緒去理解 就知道了是不是 對 他會就是不OK的話就會 咖 然後如果很OK的話他自己在 咖 這要過 這 就是很順的對不對 咖 要過 我本來想要你演一下 沒關係啦 沒關係 心裡想跟柯家燕一樣 張曉燕的節目以後 可能要有一陣子不能上 可有創傷 會 真的會害怕宣傳 對啊 就是上節目的話 好 可是你知道要人家來看也是要上上節目嘛 對不對 好 你忍耐一下 馬上就好了 好 你忍耐一下 好 好 其實呢 我在講跟演員在溝通 其實我現在做一個側演 就可以 大明星很多的Yes跟No 如果我做完以後 你大概就知道他們有的可以做 有的不能做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來告訴導演 我幫你問好 好 在鏡頭上面 有一些什麼 他們是不肯做的 好 我想請問柯家燕 莊凱勳 徐瑋玲 能不能接受拍戲的時候 被要求大尺度的床序 像葛雷那樣 葛雷50 50到 No Yes 可嘉燕你 你 你為什麼從Yes轉成No 很掙扎 不是 我覺得還是看那個故事 就是看這個劇本跟角色 如果它是吸引你 你願意參與的話 我覺得那就沒有問題 好 莊凱勳是沒有問題 我就是表演 她是表演的一環 徐瑋你為什麼說No 對 我也覺得要看 就是 我覺得全裸完全是OK的 但是三點不露 就是這些是完全都可以接受的 可是如果說要像葛雷那種樣子 就是都露到點的話 我覺得現場如果導演 真的覺得有需要 或是本OK 那好像也是只能說服自己 所以關鍵還在你 對啊 你OK 他們才OK 故事OK 對 故事很OK 故事跟角色OK 而且劇情演到那裡很正常就OK 對 好 角色要被要求剃光頭 願意嗎 為什麼要關門 對 郭嘉賢你 你不能喔 我是有苦衷的 為什麼 因為我頭型沒有很好看 你頭型是這樣 遠嗎 沒有很遠 所以我覺得如果剃光頭 可能不是那麼美觀 好 記住不要剃人家光頭了 好 但是我願意做那個光頭的造型 可以想辦法做沒有關係 我可以剃得很短沒有關係 然後去讓大家方便 好做那個特殊化妝 好 來 可以接受扮醜嗎 比如說大爆牙 誇裝什麼 醜到不行 可嘉賢你走比人家慢一點 你是個性上比較慢一點 對 好 可以接受舞打戲 從害怕的高度跳下來嗎 害怕的高度 都可以喔 可以片抽 片抽夠高就可以 片抽夠高 好 如果角色要求你真胖30公斤 願意嗎 太願意了 非常願意 太願意 狂吃了 願意喔 你們都那麼瘦 你也願意喔 我願意但我希望可以有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讓我吃 就是慢慢的健康的變胖 不要一下子突然增胖非常多 那個對身體也不太好 你胖得起來嗎 我覺得我們是瘦不下來 你應該是胖不起來吧 我是比較有口服的人 我比較難胖 所以我會吃 我真的要增胖30公斤 你會吃得很辛苦這樣 好浪費錢 好浪費錢 好 你們有沒有太入戲 而無法脫離角色的情況 你沒有 我還以為舊客家院有 對 不會 尤其是像目擊者這樣子的片 我就一拍完就是 我覺得這個角色 沒什麼好留戀的 你是想趕快逃離那個氛圍 那個角色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看了這場戲 才知道客家院為什麼 發出這樣子的驚恐對不對 最快抽離的一個角色 最快抽離的一個角色 為什麼客家院 為什麼客家院 拍了這麼多的戲 這麼想抽離這個角色 而且痛恨到 也沒有痛恨 不是 而且幾乎不想再看到導演 也沒有 至少有一陣子 有 我們大概隔了 就拍完到現在宣傳才見到 才見到 差不多隔了一陣子了 所以她會覺得妳帶有殺氣嗎 愛情中的明眼人 徐瑋寧看穿情人謊話 能不能接受 另外一半說謊 妳其實是OK的 不是 因為我其實覺得 小謊大謊我都可以猜 都看得出來 所以就算她要殺大謊 對我來講也不是撒謊 就是因為我周子多都看得出來 所以 只是看我要不要進去 對 戀愛的時候跟結婚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 兩個人應該都要有空間 會要求她給妳空間嗎 有啊 我們大概隔了 就拍完到現在宣傳才見到我們 才見到我們 差不多隔了一陣子了 所以 她會覺得妳帶有 殺氣嗎 不是 應該就存在她的角色 跟她的那個情節裡頭 對 對 好 除了工作以外 我問一個 我問愛情好了好不好 你們都有愛情 而且結婚了嘛 這是我最安全的 對 妳最安全了 對 對 那我問她 妳問她 拿她那個吧 我也很愛情 對 因為我們導演33歲還沒有結婚 也沒有朋友 然後這麼有才華的人 有朋友 有朋友嗎 有朋友 有朋友嗎 沒有女朋友 有朋友 對 對 我們在綜藝節目有朋友就是 代表妳有沒有女朋友 沒有 我們講有沒有女朋友 太明顯 有朋友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女朋友 對 好遠遠 好可憐 好 因為導演喜歡拍驚悚片 我想請問 能不能接受 另外一半說謊 你們也可以答嗎 你們也可以答 能不能接受 另外一半說是小謊 小謊 可以 大謊 妳OK的 妳OK的 妳其實是OK的對不對 不是 因為我其實覺得小謊大謊 我都可以猜 都看得出來 所以就算她要撒大謊 對我來講也不是撒謊 就是因為我都看得出來了 所以 只是看我要不要記 對 OK 戀愛的時候跟結婚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兩個人應該都要有空間 會要求她給妳空間嗎 如果她是一個喜歡黏著的 一定要有空間嗎 一定要有空間 莊凱欣 你的老婆是這樣有空間來的嗎 她其實 我覺得不管哪個階段都要 尤其是演繹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會需要放下 因為我常在跟她講 每天都在演 然後那個演戲 然後那個面對媒體什麼 也是另外一個正面能量的自己 那回到家裡的時候 真的有時候就是需要 誰都不講話 就是把皮扒了就攤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還滿需要的 好 我能不能問一下 你上一個女朋友是怎麼分手 想不到吧 我是想不到 想不到吧 目擊才會問到這個 最驚悚了吧 人生階段有些 開始有些不同 然後她也能理解我的人生階段 我也能理解她的人生階段 對不對 你回答我了嗎 她就說 你聽懂了嗎 我知道 因為我們 都知道 就是她人生到了某一個階段 她也到了某一個階段 所以那個階段 你就是應該分手 是不是 對啊 就是可能各自也要 有一些新的人生去嘗試看看 才會知道更多的答案 沒有啦 就是緣分 緣分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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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四個字就講話了 緣分盡了 對 早說 早說 對 緣分盡了 因為你說 看看人生 這感覺上 還帶給點希望 因為你看完了以後 也許 男家想回頭找 你知道嗎 我們女人會希望 現在你們都不曉了 所以再一次的戀愛 你們會以結婚為前提交往嗎 導演 你弄什麼 你說再一次戀愛 她沒有再一次 對 她沒有要再一次戀愛 沒有再一次 所以RNG就是以 那妳就是現在說Yes 我們現在就是以結婚為前提 就是順其自然 真的 順其自然 對 轉個Yes 所以導演也希望 接下來能遇到的人 是可以 就是一輩子 或是穩定的 你希望她會喜歡看你的電影嗎 不強求 對 因為確實驚悚片或恐怖片 的門檻比較高 很多人 我身邊非常非常多朋友是不看的 對 你怎麼這樣講 你這樣講好像 我身邊好多人不看 因為很少人做宣傳的時候 來這樣子 但是要鼓勵大家去看 其實這部戲真的非常好看 我幾乎朋友去看了 試片回來都告訴我說 小燕姐 我也是不是很常看這種片 因為我一個人做 我有時候怕會自己嚇到自己 像昨天我找不到目擊者的劇本 我就覺得很奇怪 可是我失智症發現了嗎 還是真的 因為這種事情 會有一些鬼怪的事情出現 就會覺得很害怕 但是 按多人說 3月31號 再怎麼怕 也要多帶幾個朋友 一起去看目擊者 對不對 對 看完了也不要把答案告訴人家喔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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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